欢迎来到雨刷体育 今天中国南兰不敌菲律 没能拿到这届宴会的金牌 这届宴会因为我们是动刀主 我们自己举办 所以南兰原本以为是自在必得的 毕竟考虑到爱病必胜 之前我们刚刚在乔尔杰威奇领军之下 丢掉了世界杯 并且输得很难看 那么给乔尔杰威奇 他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 这次比赛绝对是个大好良机 尤其考虑到这届大赛 堪称是历史上含尽量最水的一届 南兰角度来讲确实是这样 因为毕竟放眼其他那些主要对手 要么就是有些因为国内的经济环境 可能说比较捉紧见走 因此没有派出代表队来产赛 比如说典型的像李宝珍 还有很多其他那些对手 就是因为对于亚运南兰 本身态度这块就没有那么重视 包括之前打世界杯的很多首发核心主力 他们纷纷选择顺望生息 没有选择前来产赛 派来的绝大部分都是二队 甚至是散队 都是一些省面孔 因此对手这么弱 我们又是东道主 乔治杰比奇又急需证明自己 想让自己世界名帅的头衔 闪耀在亚运舞台 但是没有想到 其多方优势于一审 我们居然说 没能如愿以偿的拿到金牌 今年这场比赛 输球仿石说实话 跟之前在世界杯舞台指上 我们面对菲律宾仪队 面对克拉克审 当时的输球仿石是极其享受的 所不同就是对方整体实力 肯定是更弱的 看得出来 我们如果说战略上指挥得当 战术上应对得法的话 叫暂停如果能够及时有效 其实按照对面菲律宾党 不成太大问题 因为你看我们最多曾经领先20来份 但是就是因为条约这块 一是不及时 二是经常盲目的用大轮回 我之前很多时候强调一个观点 就是中国男老呢 现在这个整体实力 你在世界北赛场上 你必须得是全力 不说好姿态 你在亚运会呢 其实你也没有那么高高在上了 那不是说过去了 以往了 现在很多国家队 他都大量的引进外援 包括今天的菲律宾阵容当中 那个布朗利 他发挥多好啊 他在菲律宾内部内部呢 就是一个之前那会儿 给克拉克审的 打一个A-B角的 这么一个替补的规划球员选项 这次是派他出来的吗 男男面对亚运当中其他对手 就算说人家 没怎么派正强阵容来 但是你也没有高傲的资本 在比赛场上呢 必须得是付出一切的 你看那个布朗利啊 教练 对方教练是怎么用他 一场比赛啊 接近打满40分钟了 总共就歇了8秒 这才是极致的用人方式 再包括菲律宾队内 那个主力球员汤姆森 他也是打了差不多 三十四五分钟左右 游说谁好用呢 人家正是尽了全力了 拿出自己油箱底的 最后一滴油 但你再看中国队这块呢 基本上首发这块 没有上场时间超过三十分钟的 那我真是有一点难以置信啊 那菲律宾人家当地联赛 有多激烈吗 那人家为什么很多球员 都能打三个分钟呢 很多球迷他总认为 就中国南岚这些运动 你一旦说给他多点上场时间的话 一个个泪糖说就要吐血 我告诉你 这绝对是一种假象 这主要就是因为 喬尔机危机 他用人方式过于大胆 比较盲目 他对于人员的使用这块 没有尽量的挖掘 就在场上最有价值去玩 他们的最大化的能力 你比如说赵瑞 赵瑞在西北联赛当中 打机构赛 那也是虎虎胜味的 防守段这块 全场盯防对方核心小外 进攻段呢 他扮演的角色也不低 但是一场比赛啊 动作要打个三十七八分钟玩一样 那打国际比赛 这个我们又是坐任主场 并没有舟车劳顿的疲弊啊 那打菲律币 为什么人家那些后卫 他体格比赵瑞还差的 打三十四五分钟 赵瑞就只能打二十多分钟呢 这个道理何在呢 所以 喬尔机危机啊 仅就这一点 就让人感觉 输得窝拉瓜曲 非常遗憾 为啥呢 因为好像说 我们没有拿出权力啊 那你说你得了啥呢 本身执教能力 说白了 在亚洲范围之内 你就有严重的随土误服 对于国内球员 你基本上知之半解 或者说 这个不甚了解 之前世界被败了 而且输得远远的 我们也看到了 核心后场这块 控球能力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强 那登场之后 尤其板凳起 不点名啊 那有些球员上场之后 效果确实是差强人意 甚至差强人意都做不到啊 那郭艾伦 为什么不紧急整掉呢 这就是说 一个教练呢 拿自己的这样一种 权威意识 凌驾于团队的利益至上了 这个完全是不可取的 但他就是这么死板固执 最终导致我们一败涂地嘛 而且比赛场上面对 那个布朗利啊 他在比赛的第四节 最后那几分钟 切了咔嚓 接连命中三分远色 那会有多种 多样的应对方式啊 你可以选择 换一下阵容吧 你把王泽林拿下 拿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矮化的阵容 这样一来呢 能够应对对方这种 一队的党裁之后的 出现担打 要不就是啥呢 上加级啊 跟防克拉克森 你及时上啊 再有呢 就你叫个暂停啊 叫暂停 延误一下对方这种节奏感 结果 桥尔杰维奇啊 就如同之前 我们面对菲律宾一队的时候 打那样 当时的克拉克森 第三节登场 就突然间暴走 桥尔杰维奇 就是两分钟左右的 做事不理 当时两分钟之内的犹豫 导致 整个比赛的悬念 就此彻底被告扫 我们就是很遗憾的 突然之间 整个球队就崩溃了 这场比赛同样如此啊 最后阶段 至于说 最终布置那个绝杀球呢 那个绝杀球打的 也是荒腔走板 最终到底 应该就是谁 去执行这个战术啊 看起来交代 也不是特别明确 因为你看张志林呢 好像说最后投那一下呢 也并没有那么十足的信息 谁知道到底是怎么安排的呢 最后阶段 你要说 按照正常来讲 这个球 我认为 如果我是教练的话 我给赵瑞执行 因为赵瑞就曾经在执行 菲律宾把这个比分 追到四分左右的时候 赵瑞一记三非远色 当时的呢 一见封猴 把这个领先优势 又给重庆扩大了 最后阶段呢 没能让他 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所以 最后投那一下啊 让人感觉也是 输完之后呢 内心当中有十足的不改 虽然说一场比赛输球之后啊 你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教练 求然呢 你得承认 在场上发挥 他肯定是有称职 他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但是呢 毕竟我们 基本上 国内运动员呢 只要是没赏的 健康的 是任君挑选 几乎是敬锐进出 你随便用 给你提供的这种 诱惡的环境 尤其凭借主场的地利 你面对对手呢 他们都是残阵 而且整体职力 原本就一百 很多强远 他们也没有选择参战 那你用这么 相对来说 比对方够有卧的环境 结果你打成这个德行 那你说 这是不是就是说 非常典型的 冰熊熊一个 将熊熊一卧呢 这就是主帅无能的 而且在场上 确实有很多 执教方面的细节瑕疵 这个你哪怕说 是个业余球迷 你但凡看了几条篮球 你也能发现在场上 应变的不足 应变的滞后 所以 乔尔杰卫奇 他呀 是自从执教完 世界杯之后呢 当时我提出个看法 就是说 乔尔杰卫奇啊 应该立马就引咎辞职 如果他自己 主动不想要这种体面的话 那么应该有人站出来 就主动替他体面 把他拿下 然后呢 亚运会 我们争取换成一位 国产主教练 这样一来呢 手拿把架 真正捍卫 属于亚运会 我们南南呢 未免的骄傲 但是没有想到啊 上次本身 输完之后 就是极大的打击了 国内的篮球热情 而这次在亚运 我们自家组场 没能够捍卫胜利呢 尤其输给的是 菲律运二队 堪称是历史 非常惨淡的一种 战绩发挥 那就是更是让 国内的篮球热情啊 雪上加爽了 当然 到了现在 事已至此 那就没有任何 商量和回选对比地了 这乔尔杰奇呢 他不下课的话 天理何在呢 他是必须得下课的 后续的主动替选择呢 那这个就需要群彻群力了 需要更高的智慧了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